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E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84章 暗渡陈仓 现在时万事俱备致欠东风 为了保证清雨之事不被干扰 所以 诸侯赵和方继帆不约而同的选择保守秘密 他们先悄悄的开始设谈 接着 那李朝文也被请下了山 事实上 李朝文想不下山都不成 因为他偷窃和贪墨罐中财物的事情 已经传遍整个罐中 大师兄栽赃陷害的同时 似乎也贿赂了礼部的道路司 准备要将他彻底割出出关 在方继帆跟前的李朝文 整个人是战战兢兢的 满心觉得很不靠谱啊 他想哭 他不会清雨啊 做道士 只是他的职业而已 可道经中的话 他是一句都不信的 然后诸侯赵亲自照进了他 边见李朝文 两股战战 连脸都不敢抬起来 拱着身脸色蜡黄 诸侯赵先是很狐疑的看了方继帆一眼 皱着眉头 问道 这就是那位很专业的大师 方继帆很肯定的说 是的 殿下 他是世外高人 诸侯赵便伸手 抬起李朝文的下巴 使他脸扬了起来 眉头皱得更深了 看着 不像啊 其余这样一件事情 可是大事啊 虽然出了差错 自己可以推卸责任 可是呢 自己是太子啊 不能做得太难看吧 诸侯赵眼看着眼前脸色蜡黄 嘴角发颤的李朝文 心中越发的眉谱了 一双清亮的毛子转了转 老方啊 你没忽悠本宫吧 方继帆继续坚持 昧着良心说话 高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事实上 他也觉得李朝文不太上向 我 我不其余 我 李朝文颤抖的厉害 接着双膝软了 直接跪了下来 顿时抱着诸侯赵的大腿 颤声求饶 小刀 求殿下 饶小刀一命啊 诸侯赵的眉头 深深的皱了起来 他觉得方继帆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鼻翼微微一皱 露出不安的身色 侧目看了方继帆一眼 老方啊 本宫觉得 乡里有些 莫名的惶恐啊 方继帆也是服了李朝文这个软蛋 一时也不知该怎么说好 嘴中一摊手 说 殿下 这人来都来了 诸侯赵瞬间无语了 连热的干汗 一时惊失 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氛 近来天气的诡异 也确实给不少人多了些许 借此煽动的口舌 于是乎 童谣刺起 这比报警宫中的奏书更加严重 街面上 许多人暗中议论着什么 这个世上绝大多数人 依然还是对鬼神之说 身心不疑的 故而刘剑对此 可谓是忧心忡忡的 他向洪志皇帝禁言 请陛下万万不可 让东厂和锦衣卫 捉拿妖言者 倒不是说 这些妖言惑众之人不可恨 而是因为 那背后的煽动者们 哪里能这么轻易地 被追索出来 一旦常为大规模 捉拿妖言惑众的乱党 依照以往的经验 最终的结果 极有可能是 背后煽风点火的乱党 早已逃之夭夭 反而是那些 津津乐道与此的寻常百姓 不懂事的志同 最终纷纷沦为乱党 一旦如此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甚至可能 衍生出新的问题 内阁里 正午过后 刘剑小气了一番 随即有宦官 匆匆而来 刘公 不好了 出事了 陛下急召刘公等 火速去暖阁 刘剑吓了一跳 眼下整个经济 都是干柴烈火 这会儿子又出什么事情了 他心里万分的忧心 铁精着脸色 来不及整理一关 便匆匆地和李东阳三人 赶往暖阁 到了暖阁 红纸皇帝的脸色 也明显很难看 台眸看了他们一眼 却在喝止 仅仪为谋兵 其语 其什么语 他是太子 太子爷和银慈 交互在一起 这若传出去 就不成了甜大的交话 红枝的目光 尤其的严厉 他狠狠瞪着某兵 似乎要生吞活剥了某兵 而牟兵却早已吓得大汗淋漓 摆在地上颤声说着 臣万死 事先并没有封声 只是后来 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臣不敢怠慢 立即打探 只在发现 太子殿下请了道人 小亲语 红纸皇帝气得蹊跷声言 一双眼眸睁得老大 怒声开口说道 寻常百姓 供奉淫慈 也就罢了 他是太子 是朕的儿子 所谓淫慈 其实和慈意 并没有太大关联 而是指 不被官方承认的寺庙和道观 一般都是民间自发建立 有的拜土地公 有的龙王爷 还有各种不知名的神仙鬼怪 这些东西 在历朝历代 其实都是被朝廷严厉禁止 怕就怕有无知百姓 被淫慈中的供奉 骗取财物 甚至煽动谋犯 而淫慈最大的特征 往往就是各种活动 比如 启雨 在朝廷看来 官方启雨 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某种仪式 无非是当一次 向上天沟通的活动而已 而许多非官方的启雨仪式 具隐含着其他的一团 红智皇帝生气的是 诸后赵希望老天降下大雨 是可以称雪的 可现在居然弄出一个启雨来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莫名其妙 简直就是荒唐 启雨这等事 最关键之处就在于 十次也骑不来九次 你骑不来雨 岂不是火上浇油 更是说明朝廷有失德之处 乃是天法 这太子简直是在胡闹 根本就是在给自己添乱 这些天 因为天汉和百姓的无知议论 红智皇帝本就忧心的废寝往事 此时更起得面色发青 胸口发闷 整个人都快喘不过气来 对于这件事情 牟宾不敢有任何的隐瞒 便如实将自己知道的交代 那道人叫李朝文 道吉在龙泉观 陈思想查过他的底气 他在道馆中的名声并不好 据说还贪战了观产 红智皇帝的脸色顿时更白了几分 甚至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 又是一个和道人四魂在一起 先皇帝如此 自己的儿子竟也如此 红智皇帝此时只感到这修炼丹药和所谓的奇遇的术士 简直就是如梦言一般 一直缠绕着自己身上 一时他竟深深闭上眼眸 自己的唯一的儿子 怎么能 牟宾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心老老实实交代 不过 陈的还查到 新建博方济凡似乎 也牵涉其中 他才是主谋 你说什么 红智皇帝也某猛地一睁 凌冽地看向某兵 力声鹤吻 某兵吓了一跳 在外他是冷酷无情的锦衣卫指挥师 可在这里他只有温顺的如绵羊说 臣说的是此事还牵涉到了新建博 刘建的眼皮子跳了跳 却是见红智皇帝脸上怒气消去了许多 虽然面上还保持韵怒 可脸色却已经没有那么可怕了 红智皇帝意味深长地问他 是方济凡 暗中谋划的 是 某兵重重点头 红智皇帝很轻地应了一声 哦 在短短一会儿里 红智皇帝脸上已经看不出喜怒了 他只轻描淡写地点点头 然后慢悠悠地说 此事还要继续打他 看看他们到底弄什么鬼名道 某兵也呆 感觉自己听错了 其实在供出方济凡的时候 他是多多少少有点心虚的 新知一旦陛下得知 背后有人怂恿殿下 这方济凡肯定死定了 可谁料 臣尊臣 某兵硬了 只是觉得自己后斤彻底被冷汗浸湿了 这方济凡咋了 陛下何以突然改变了态度 又或者 陛下是在隐而勿伐 无论如何 作为锦衣卫指挥师 某兵都知道 陛下态度的改变都需好生琢磨琢磨 等到某兵退出去 洪志皇帝在心中深深叹了口气 惹在台某 看了刘剑等人一眼 徐徐开口说 你们 也有儿子吧 是 陛下 三人点头 洪志皇帝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三人 再说 你们有儿子 朕也有儿子 而且朕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为何这个逆子如此让人操心呢 罢了 不管他了 就先看看吧 看看他们又想呼告出什么来 朕看他们名为其余 实则可能是暗度陈仓吧 毕竟方济凡这般的旗帜 听了这个 刘剑哭笑不得 却也若有所思地点头 很是赞同地说 不错 臣也觉得方济帆不会怂恿殿下 当真去弄旗语这等不知所谓的事 洪志皇帝此刻 面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只是眼眸依旧透着思思担忧 又在心中深深叹了口气 用纸截敲了敲 面前暗毒 赵青等来 是因为放在锦衣卫指挥室谋宾 还报了一件事情 昨天夜里 一小队巡夜的锦衣卫被袭 死了四人 刘剑等人脸色猛然巨变 果然要出事了 背后那些乱臣贼子 显然已经按捺不住 见朝廷对于刘爷没有下一步动作 所以出手了 他们想要的就是朝廷风声鹤唳 接着四处锁拿乱党 而后好趁机制造出更大的民怨吧 这数月的大汉 已经让许多百姓宁愿去相信鬼神 也不再相信朝廷了 刘剑的脸拉了下来 而洪志皇帝 意识表情凝重 显得忧心忡忡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自尽